剛剛那一條三重彩,衰渣蝕水,都叫中啊,是不是? 你放心,我們的聽眾很厲害的 他們會用另外一種途徑,比我們更贏 這個是表演過給大家看的 是,你一輩子都不會明白的 鐵角三隻膽跑回來就中三條 對,我們旁邊這個都中了,就是了 好日不在,今天一在就發位 沒關係,因為他坐了這個位 拜了神多次,是神秘佑 有邪靈秘佑 要供奉著黑黑少爺,要先拜神 如果你不斷中下去,我怕阿爺回到來,他沒有位置 這條位,沒錯,最重要是適中 好,來到第四場,電視機說三號有帶著過關 有多大呢?其實我不明白有多大 其實只有五十萬而已 只不過那個賠率就由這個二十九倍落到十二倍 因為這場暫時沒有人賭錢 早飛就看到就是孖寶來著四號的我的禮物起籃 接著就是十一批和二邊 接著就沒有了 過關其實實在是沒有帶著的 過關之後也是沒有飛的 還有十分鐘開跑,鳥王有什麼好東西? 好,等等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挑哥是 死七 你知道嗎? 知道 OK 來到第四場的時候,我第一隻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十號馬的多多喜 這隻多多喜 上次都是奶仔 已經出了兩鋪 上次騎的時候已經熱身後 有明顯的進步 這隻馬已經開始修身常力了 但是一件事 上次還是有一點點 屁下屁下屁下 還沒出得到 雙腳開不完 雙腳開不完 雙腳開不完的時候 在直路呢 再加上他也是可能 有一點點 還沒 沒積 這隻馬是還沒可以集中 有一點點屁 變成了 所以說 這次 我看到他再做功夫的情況之下 這隻馬是重了幾磅 但是 是收了身 再漂亮了 這隻馬上次這樣 45倍衝過第四 這次如果 他現在是排回七檔 就沒有上次那麼 上次都是七檔 但是出來之後在外面 我覺得這隻馬 我會買一點點細VIN 然後QT拖馬 另外一隻馬 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一號馬的門載二來 上次 炒飯哥下來 這個五班 就背這個133磅的時候 跟在前面炒飯哥都很少的 最後都仍然可以 索上來 剩下第二 炒飯哥都是輸給潘頓 這次 輪到潘頓騎 沒有了 上次那隻 是必獲利 那這次 輪到他 雖然是十一檔 但是 如果他可以 留後一點都可以 這隻馬 不需要 一定要好像上次 擺到那麼遲 那麼 這兩隻 介紹完之後呢 我就介紹那隻 就是 七號的 窩寶 這隻七號的窩寶 就是跟阿挑哥有得廢 這場馬 快馬不多 七號馬窩寶 他 上次熱身之後 這隻馬 開始來了 因為上季都沒來過了 新馬到現在都沒什麼 來到 那 在高東來努力地做之下 現在減到下來 五班 終於都可以有機會 在這裏 放在前面走 雖然是十二檔 但是 放了潘明暉下去 潘明暉有七磅 是很好處的 而且他放馬 是必定比Matthew 所以 只要放潘明暉下去試 我也覺得值得一試 所以介紹給大家 有十倍 win 三倍 play 我介紹的馬 就是 十號、一號 以及 七號 幸好我這場馬少馬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三加三隻 剛剛好湊夠六隻 我光頭今場馬 喜歡一隻 聲稱有大鴉過關的 三號 浴城天下 由 熔天盤轉過去 蘇寶羅的這匹馬 九一復出 試了兩貨集 不是太差 落斑出戰 看看時間 原來同組最佳 這匹馬的後勁 也是挺強的 今場馬 形勢實為有利 看看 剛才廖雲就說 外面不能追 內蘭就容易發揮 看看 阿奇普頓今場馬 他在今組 如何走位 如果他撿出外面 勃屁 如果他可以捱到 內蘭的話 有權 所以我也會選擇 這隻 三號的浴城天下 走頭 另外 喜歡 八號的 魔幻神進 這隻馬上次贏了馬 只要加兩磅上陣 同組時間 刺加 今場馬 提速有前有後 還要拿著三檔 形勢帶好的 我覺得這匹馬有權 再下一成 最重要的是 贏了的馬 新聖馬 還有賠了一百倍 看看可不可以搏多一局 因為今季都好幾隻連接馬 看看這匹 是否真的可以在形勢 幫到他之下 當位也好 希望 起碼有屁 除了一隻 八號的 魔幻神進之外 還有一隻 五號的 遙前樹 這匹馬 我很少介紹 上戰田草千四 雖然是落敗 但看段速 原來這隻馬 是做得非常之好 他可以後上三段時間 追他前列 今次回來 跑谷草一里 同情表現不差 只差一場贏馬 時間雖然差 但原來 整組馬的後勁最強 是這一匹 今場馬 B2上陣 我覺得是擺明居馬 應該可以幫到一隻馬 所以我會選這匹 五號的遙前樹 第四場 五班 一六五零的賽事 鳥王 就介紹 十號的多多喜 一號的瀟灑 滿載而來 七號 鍋寶 而我光頭介紹 三號的浴城天下 八號 魔幻神進 五號的遙前樹 十一七三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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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票有錢分的 還要幾好分的 神操三顆星就是 十一號的辣得寶 老潘不覺得贏了兩場 真的嗎 我完全不知道 是否贏了兩場 是否贏了兩場 老潘 是啊 兩場 兩出兩勝 葵聰老友 是 還有小刀二程 那拉蘇我只有一場 潘明輝還沒脫過三甲 全上名 那今天就沒理會這麼多 聖潘的天下 對嗎 厲害 好 最後三分鐘 那今場晚上我們 照有三重彩推介 那它就會跟一塊白板一樣 那這樣就會是 十一 九 十一七 那之後是 三八五 三八五 那我們就沒有那一隻 即是我們沒有選擇 挑哥那一隻 四號的我的禮物 那我們就要了 七號的鍋寶 試一試 看看這條三重彩不拿得起 因為我們就沒有那一隻 十一號的 納德寶 我就是 如果我們兩個都不選擇 他是不是真的死 如果是 我們就開心 因為這條三重彩很分 我想是他死 是啊 因為有點麻煩 這一場 五班 喂 我們兩大熱門沒有選擇 是啊 你做了沒有 一會兒給你 沒問題 先跑 好 好 說一次 如果你們是要玩我們比賽的話 是第六場 第六場 開跑之前 我就打個訊息 就折了 但我看到暫時還沒有人 我剛剛想問 如果到時都沒有人參加 怎麼辦 我會作一個假人出來 叫加利仔 還有 胡蘇佬 是啊 不是胡蘇仔 是啊 我去街上找人 現在沒有導遊 不用 我們走出門口轉右 已經有很多小朋友 對 對 我們去找雷雷 借個身分證 我們說有女隊員參加比賽 嘩 碰了 我們派一條女子出來 獻醜 不要這樣 先贏了 贏了才算 很難贏 人家有些很厲害 對 人家很厲害 尤其是第一期 所以人家不安排我們 我們未夠級數 對 我們太差了 我們是最後的級數 我們暫時未入樓 他會不會搞一個六十歲以上 這樣他應該玩不到 我們會叫所有六十歲以上出來 六十歲以上 我敢說馬二八八組別是最強的 最多 最強 我們六十至九十歲 那個組別 幸好是九十歲 八十八歲那個都可以 就是了 肯定嚇死你 怎樣 都好 叫他申請老人組 有人會告訴他 我想他自己打電話去 請問是你嗎 還有零分鐘開跑 埋門飛數就沒什麼變化 是否只有一號的滿載而來 還有那隻 媽一辣得寶就 重一點點飛 其他就沒什麼 嘩 紅得亮起了 參戰馬入閘 是看到一隻三號的玉城天下 過關完之後 那個Q1是不停下來的 沒有停過的 這個我不太明白 你呢 因為我看玉城天下的時候 我覺得 不是太夠 那隻馬 我都很薄 這些馬 好 還有三隻馬未入閘 入閘就隨時起步了 又是五班 阿尼馬 上次你不是介紹一隻魔幻神進嗎 這次 你認為 還有沒有機會 上次三十幾倍平頭 這飛很弱 這飛很弱 那可以 省下 好 馬就準備好了 是不是有馬架狗陣 好了 沒有馬架狗陣 一出閘的時候 看到一隻魔幻神進 就被人夾一夾 躺回到中間 外面 兩隻馬在鬥放 第一隻就是飛一般 另外一隻就是 鍋寶 兩隻馬 在帶領後面的馬群 一個半馬位 之後才看到二號的隨時後命 然後就是我的禮物 三答那隻就是多多喜 都轉回到後面 多多喜 之後 看到有玉成天下 和有歡笑 後面有一隻遙遙包尾 就好像 滿載而來 還是威德將軍 前面那隻的鍋寶 就自己一支箭 在前面放下放下 越放越順 但接下來 整個馬位 第一段二十八個二七 接著就是飛一般 然後就是隨時後命 我的禮物 然後就是多多喜 仍然在三答那裡走 走得到回來 都是天才 還有一隻 納德寶 然後有歡笑 玉成天下 一堆馬 後面有一隻馬 開始騎著 應該是一隻搖前樹 前面 繼續放頭 還是那隻鍋寶 繼續就是 飛一般 守著條欄 跟著走 外面就是隨時後命 然後就是 我的禮物 嘩 多多喜 從頭砌到尾 看他能不能駁到位置 上來 中間還夾著一隻 納德寶 納德寶 轉到最後 直路 那隻鍋寶 帶來兩個馬位 正在放中 但隻馬都濕了身 看看會不會力弱 中間那隻飛一般 越打越有 外面還有馬琴上來 外面好像暫時 只看到一隻隨時後命 有些機會 但都沒有機會 那隻飛一般 越騎越有 打上來 中間看一隻一號 滿足以頭 還是十一號 納德寶 都衝不到 結果第一名 就是放頭 那一筆 應該是第一名 第二名 就是放頭的光寶 第一名 就是十二號的飛一般 然後就要拍第三 可能要是 滿足以來 和納德寶 要拍照 哇 這一筆的十二號 的飛一般 都猜不到 今天真的貼著 條欄有著數 沒有話說 跑完第二場就知道 因為真的 你根本 看今場馬 我們那個 預計走位圖 只有十二一對馬 是會放頭 他們就是這隻外檔馬 搶到賣籃 哈 這樣就有辦法 真的 沒有辦法 計到一隻窩寶 計不到一隻十二 我兩隻都不會選 因為我怕他外檔 如果你說我猜得到 他可以搶到賣籃的話 因為你沒有可能 有人猜得到 納德寶是這樣跑 納德寶這樣跑 納德寶這樣跑 OK 但我猜不到七十二 可以這樣放掉回來 而捱到尾 納德寶應該是擺前 如果是這樣 我後面選馬 不同選法 內蘭放頭 是的 我不是內蘭 總之可以擺前 擺前 你有權搶 我也要 那我們的聽眾 我們會員 就有福了 我們會員 因為我們的提速表 會告訴你 哪幾隻馬放頭 是的 還有一幅圖 告訴你 他可以頂到多少個馬位 是的 這件事是關鍵的 不要告訴 聽三幾個人 因為人家真的給了錢 沒錯 但我們可以教你 怎樣看 因為那幅圖 真的告訴你 他的實力 是可以在第一段 拋開多少個馬位 可以頂到多遠 是的 這是整件事 最有趣的地方 原來七號的 郭寶臨尾 被人打了一秒 這麼久 是的 是的 好,休息吧